亚索被开出来了 一龙直接抢 蓝色方一抢亚索 泰坦跟九头也都在外面 所以说中路拿了亚索之后的话 打野野直接给你两个全抢了 NOVA这一手我觉得还蛮绝的 NOVA这个有点太懂了 那这样的话一下子感觉KPG 怎么办 那打野未伤的话感觉可能要去补AD了 那好像没有什么AP选择了 那后面只能考虑像人马这样的英雄了 抱歉 就是往后选的话 所有得拿出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一个AD英雄了 因为这把九头和泰坦肯定有一个要去打野 对 现在哪个打野现在是没有确定的 直接打野选位了 魏佳梁奥这把也是让泽地去承担起了一个AP伤害的大棋 两边BP进行得非常的快 可以这BP快到就是还没眼瞅完呢 是的 不过马上也是比较熟悉的一个环节 建模中 这也是SKY比较喜欢玩的 对 建模中单去面对一个压缩 但我印象里面上一次SKY玩建模中单的时候 我那把就是后面打着换线去了 换到上路去了 换到上路去 那把对线其实挺难受的 那把效果很差 打维心的永恩 对 那把效果很差 上路直接穿了 那维心上路那个永恩是直接大发神威 而这场节KPG整体的一个选择还蛮有自己想法 就这种体系的东西 对 以中野为主 然后呢上半区有盖伦的情况下 他们在争夺第一波资源团的时候 我觉得KPG是很有优势的 而且打到后面也有左立东 这一把我觉得第一局KPG的阵容是蛮舒服的 对 蛮舒服的 当然其实阵容看着舒服 但是也是要拼两边打野的资源团 包括说两边打野的Gank节奏了 对 因为两边打野都是那种属于Gank能力很强的打野一种 一边是魏一边是泰坦 都是强控加上锁头 对 强控加锁头 这种抓人是相对比较无解的 那但左边更多的一手 是有亚索配合魏的一个双进场 这其实左边 对于左边一个阵容体系来说的话 其实是需要利用好这个因素 去帮边线扩大优势的 而对于Nova他们可能有一个阵容上面优势 在他们小控制很多 包括剑魔以及他们野斧的英雄 其实小控制特别多 以及鳄鱼的点控加上霞的倒勾 其实Nova这个阵容 他更多是想打肉搏战 就是把你放到一个野区里面去打团 我觉得这是Nova的一个休止区 对 看一下两边在初期时候的运营怎么样吧 能不能达到自己一开始阵容所想的 好 夜市来到了KPG和福州Nova 这场BO7的第一局比赛 蓝色方的KPG 红色方的Nova 这把初期感觉还是比较常规的 打野都是选择蓝开 选择一个速刷的一个路线 是的 全刷的一个路线 一开始的话两边应该打野都是要速刷五级 等了五级之后再考虑看看要不要做事的 对 这两个队可是在我们英雄联盟手游的比赛历史上面 都非常有自己的一些荣誉荣誉荣誉放生的队伍 就看看今天谁能够再往前一步 和TT给我们带来这个赛季的终章 对 选择蓝队英雄的话其实在初期下路一个线权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同时前期霞的打架能力又要比特地要来得出色 而且这把选霞我觉得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不怕锁头 对 他这把其实在面对胃和亚索这部combo的时候 是有一定生存空间的 但怎么说呢 诺瓦这个阵容 前期也得拿优势 诺瓦这阵容没优势很难玩 后期走不了 安然就 这河道再拖队友过来 一个人去拖 但是感觉他拖不住了 自己先倒了 倒了之后呢 队友来得有点晚啊 帝国在河道去直接掉点了 安然就的性命换到了大唐的下路河蟹啊 哇这安然就上来就直接是 硬去拿身体去拖自己队友过来 好消息是人头是压米的 对吧 这辅助拿了一个人头 对于KPG来说也没有那么那么贵 是的 但也没想到上来我们这场BO7的一鞋 河蟹是以这样的方式 是以河蟹作为一个对一个舞台 对吧 就很少会看到河蟹去打得这么凶的 恍惚间我还想起了咱们手游一开始的那个时候了 就河蟹四打四的反战 对对吧 结果安然就打了其实挺飘一点 还把酒捅的 若然那个冲击也打也躲掉了 我主要感觉他风墙没放出来 他这个风墙 对他风墙确认也打不了什么 这星斗在旁边已经蹲住了 有大了 有深海冲击了 关键是知道RN9这波是没霜的 所以说这波是想继续拿RN9开刀的 没事 中路没有机会我去下路 下路有机会越的 但是下路有眼也发现了这两个人的动向 放弃了 下路虽然一直在推线 但是想要越这两个人的塔 尤其是满血的情况下 那还是挺难的 没有做到前面的一个消耗 炸回来了 这就不一样了 差了一点点伤害 强穿极光 可惜没有中刀压米 倒沟没接上控制 那SKY来了 直接先拿一个头 再大招接倒沟 倒沟没有中 但是还有机会 SKY在扛塔 再A一下到5级了 这波的倒沟 没有倒沟 这波有倒沟的话感觉是有了 这波的话直接怼上去 风墙一开 但是可惜啊这个风吹不出来啊 刚刚一直没有吹这个风啊 海洋九征是不是 他是刚蓄到风 刚蓄到 对他刚蓄到风 所以说这个风吹不出来 那他应该第一个一技能空了 是 本来感觉 他这波 他这确实冲歪了一刀 冲歪了一刀 我这开局 我这开局 真的对于 KPG来说非常不利 NORWA还蛮爽的 他这个开局 下半区优势有了 这也是我们赛情所说的 这两个队伍其实蛮看中下两条线 对 就打野如何串联起中下两条线 我看下刚才那波 下路那一波主动发难 YAMI这个大炸的是真的果断 就直接就是随手一大 直接往外面就炸出去了 然后桑flower被炸回来之后 然后人感觉有点懵 其实NORWA这波 他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 主要在所有第一个倒勾 没倒勾到 没跟上那个控制 对 要不然还能再杀一个 想来动一下小张 但小张比较灵活 两段位移直接溜 这也是KPG在下半区 劣势的情况下 选择了主动换线 在四分半这个时间节点 把两个人都摇到了上路 是的 这波线过去 能够让桑flower吃一层塔皮 还是想初期去跟对方 去争一争这个中立资源的 但鳄鱼这个时间 作战能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我觉得现在KPG 有一个问题在于 他们第一波爆发 有没有可能秒不掉NORWA 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我也是这么感觉 这存在着可能性 他们第一波 我觉得打资源盘 一定要小心一点 但现在反而是NORWA 这几兄弟 不想让你那么轻松来 SKY也给开启了大招 正面想过来找下鳄鱼 要二打三啊这一波 有机会吗 看一下龙已经没了 小张可能要被卖掉了 盖伦是有大招的 有果子 还在回血 但是又还是要被表了 而且SKY这里大面结束 肯定也走不太掉 盖伦还在转圈圈 这波SKY也没了 哇这感觉这两兄弟 是不是打得有点太上头了 但是还好的是 泰坦去上路也做到了事 上路是吧 上路把下路双刃足拳击杀掉了 对 你这样一来一回 但这样来说的话 NORWA其实还是转的 拖住了时间 同时他们有先锋 可以去把中路撞了 对 这一来一回感觉对于KBG来说 前期劣势还真有点大 对 因为中路这个先锋放下来之后 中塔一旦掉了 这被破两个塔的压力是很大的 我们看上路这波强越 虽然说泽力有倾限能力 但是有个炮车在一波 肯定还是清不干净 哦 吃倒沟了 桑菱这个走位有点给机会了 这波走位吃倒沟其实蛮不应该的 因为我们从下面看到 它闪现一直没好 对 这里就更没办法了 这个泰坦在刷完先锋 就是顺手过来捞一个头 这不解释连招 对 但怎么说呢 我觉得其实NORWA下路 刚才这两兄弟也没有过去 跟他们打到底的必要 可以打到一半撤的 是的 还是给机会了吧 我觉得还是给机会 对 半撤原则有点给机会 那这样看KPG如何破这个僵局了 先锋还是有一个撞中路的机会 刚刚应该是没用的吧 对 还在 他在星斗的手上 是的 哎 要抓滩 这波KG说出来有点威胁 闪现已经被敲掉了 大坦都没有出口 回来 完了呀 抓一直接没了 这包走不掉了 而这波也会带来下塔的一个风险啊 中路怎么说对剑谱要强动手 伤害不够剑谱有屏障 哎直接锁 SKY这波回头 这不是有点给机会吗 回了一口 交闪现 Sunflower这波能走 但亚密也在来 还想过墙 星斗还在慢慢拥有的过来 都来了 一口没中 可惜 但这波先锋放下来 但可惜中坦没有能够撞得掉 SKY这个回头感觉相当没必要啊 这是优练没必要啊 这SKY这波是优练纯给了 嗯 给机会了 这波 但是现在防御塔的优势对运动手来说很大 这把我们看 所有这个经济 这个霞的经济 对位经济已经快三千块了 而且这八分钟不到已经两剑套加一个二级鞋 这霞太肥了 这霞然太肥了 感觉一会就是那种V塔50想上去爽一把了 这把霞真的有点玩得太爽了 怎么说 现在实时就给兄弟们爽一爽了 到你上了 而且他现在是属于还能够再扩大优势的环节里面 对 霞现在超时间线的一个发育 哎 有机会 还想过来一个大 直接把泽力给撞飞了 但是九斗自己感觉有点危险了 怎么说 哎呦 有这个位置感觉走不掉了 有点闪现开的 又来看先斗 新斗也没了 泽力拿到一个双杀 但霞的倒过很不错 倒过到了三个人 小张一三块 有点走不掉 战旧 二人九这波人头是给到了Sky 这波想开感觉有点着急 主要在对面塔下开 这波感觉都把他打得好急啊 是 这波中塔的血量虽然已经见底 但是现在要硬拔也拔不掉 这个属于那种 该是你的总归是你的 这个塔不能那么着急去推 是的 对吧 因为这座塔已经有点心虚设了 你看下路这KG就显得很从容 对 就有机会过来我磨两下 然后你要跟我打我就溜 中塔还是被拔掉了 对啊 但是这一条小龙对于KBG来说的话 兵线是不占优势的 三路塔外塔都已经被破了 吹到了 怎么说 接大招 亚索加 为的控制链 让小张真的是最后开出了技能都还走不掉 我这小张大招都没转好的 嗯 哎 这样打下来感觉KBG前期舒服了很多啊 是的 我这小龙都拿下来了 而且我觉得还是那个问题 就本身KBG他们前期已经有点劣势的情况下 他们这一套点杀能力的阵容 其实在中期不太好去找Nova这几个前排打 但是由于Nova这种给机会去越塔的一个情况 让KBG是有这个伤害了 对 所以导致这几波只开新狗就行了 在KBG的视钥里面开这个打野太难是最有机会的 现在Nova的防御塔虽然有领先 在我们的左上角能够看到 但KBG是手握两条小龙 现在就看KBG什么时候去破塔了 因为KBG一旦破了一个塔之后 竞技就会反超了 嗯 就现在Nova的竞技领先 完全是依赖于三座防御塔的一个竞技 但这三个防御塔的竞技 都已经被他们浪费掉很多了 而且不知不觉 对位竞技差拉2600的桑佛罗也有赏金了 就拉回来很多 对 追回来了很多 刚拿到了一个双杀 而且Soyle为了保证自己团战的一个输出 所以说他直接先把水给买出来了 这边团人在打一条消耗 亚密停在前面 直接被反开了 亚索直接接大招 哎 这波亚密直接被秒了 鳄鱼开大 第一时间找天白 但是小张被挂了虚弱 没有上去咬人的空间啊 是 鳄鱼在侧面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进场机会 又是KPG这套体系啊 直接是开死了酒桶 现在这个问题连酒桶可能都扛不住的话就有点困难了 草丛里面看到了一个草丛轮 一闪接大招 然后证明直接过来秒了 鳄鱼直接没了 哇这个也太突然了 不对了 感觉这波打下来 有点爆炸了 真有点爆了 KPG现在机会找的太果断了 又是大唐啊 大唐达到了自己的绝活位之后 能够在赛场上面疯狂的去找机会 对于诺瓦说可能要冷静一点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虽然是有进攻压力 但他们必须得打这种误团 也不能先掉点 而且感觉不能卖队友了 就是前面被开了 必须有队友过去拆火 就感觉诺瓦 就前后排打得有点乱 就前排顶上去的时候 后排也没有能跟到输出 是 本身你发育这么好的一个霞 在正面团战也容易被封墙子限制 是 那么你其他几兄弟就得往前去给一些声位上的压力 想刚刚刚才 这波确实 大头开练很果断 这兄弟们就一翁而上了 就五个人的急火 太夸张了 就很明显 KPG的团队协作 做得比诺瓦要好太多了 对 诺瓦现在感觉打得就很乱 这兄弟们都一个个在那边 葫芦娃就爷爷 现在对诺瓦来说 稍微会有点困难了 因为我们看 魏的这个装备 已经有点秒无调 这个上中也感觉 都有点秒无调了 这星斗 这到现在怎么就零告三了 星斗这把也是前面想打自己的控制 导致自己的发育不是很好 而且他现在也是怕被开 所以第二件成装 直接选择做了个王面 不去选择做那种法爆 对 这样的装备 这把小张感觉挺迷的 他几次开了大招也没有上去找人 都不敢顶上去 上路 怎么说又要被开了 而且我被开了之后感觉 这个盾虽然很厚 再撑不到队友来了 这队友离得太远了 是 上台又莫名其妙掉了 KPG的节奏仍然没有停歇 前面防御塔的烈士也完全被打了回来 而且对于NOVA来说 也是要防守着大龙的压力 不过在大龙打之前 我们也要关注 还有40多秒 小龙就要刷新 这也是本场比赛的第三条龙 对于KPG来说 有机会拿到本场比赛的龙魂 是土龙魂 是的 对于NORVA这个打正面团的伤害可能会有点不太足够了 这个阵容本身就是缺伤害 所以说这个阵容要打优势的 对 出去有了优势但是节奏 NOVA是一直在给KPG这边去掌握 悠悠也做了一个双生花 天哪 刚刚也看到了KPG几兄弟的附魔都附魔了十项鬼 现在NORVA这把已经很难赢了 得来打一波奇迹团了 对 就除非说正面打一波很好的团战 打奇迹团可能得看SKY的这个发力了 想过来开 开着是一个前排 又来了 接大招有凤枪 这波YAMI可能绝备秒了 但是有个大招加一个这样鬼很肉 只不过小张就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但现在的团战所有还在打输出 不过他的输出稍微有点捉襟见肘了 真的打不动了 你今天很明显发现NORVA的伤害 以及KPG伤害都不在一个量级上了 对 现在又有人数差 星斗还活着 怎么说要去拿大龙冠小龙吗 而且霞把大招给开了 这大招是刚刚躲一个 基本上吹不到他的风 是 二人没有了 大招的情况下的话霞输出怎么办 这位置可能会稍微有点危险 大堂已经是直接一个人去Rush龙了 龙魂直接拿下来 这把KPG 感觉胜利一半已经在他们手上了 土龙魂一枚 对于NORVA来说打前排的这个难度再加一成 现在Soil他是拳队最后的希望了 作为拳队唯一有经济领先 有装备领先的一个位置 但是他只是一个霞 关键是个霞 对 霞在手游后期打前排的能力 完全打不动 真的很弱 真的太弱了 霞就是一个纯潜中期英雄 现在星斗也是想去做一点AP的装备 去分担一些霞打伤害努力的问题 现在KPG已经是直接跑过来给你大龙施压了 现在大龙去的视野也有点有点匮乏 这个红霸牌被Sky给捡到了 这更难受了 这没让霞吃到这个红霸 这边开也开不了 位置站也站不住 对啊 只有一个视野卡在这个小爱口 而且视野快消失了 视野消失之后 龙哥那边一片漆黑 而且KPG这个前排真的是肉啊 肉麻了 牛年打不动人 霞在这边根本打不动 霞在这边感觉也打不动啊 龙瓦在这个爱口处 如果要打的话 KPG这套组合效果 又来开了 这不找亚蜜 亚蜜又没第一时间开到 而且风水吹到了 直接被秒了 秒之后虽然太软 大了大了还不错 但是没有人能跟输出 下边关上一个虚弱 这边的话 鳄鱼大招剑魔大招 全部都开完了 完全没后续 主要是安然久这个虚弱啊 安然久这个虚弱 给侠一挂 这边完全没有伤害 是 而且第二波 KPG还是想再来尝试一下 再钓一波鱼 因为等一下 卫是有大的 亚索也有大 他们有机会再来尝试一波 先动下龙吧 必定有土龙魂 打龙是无伤的 这看着好折磨啊 对于Nova来说 这可能最后的机会了 又来了 悠悠 潮到了一个前排 正面直接过来打小张 小张已经被秒了 桑堡还在留人 狭野开除自己的暴风雨刃 那这波开完了 KPG再来温水煮青蛙 二二三四再来两次 这一波 Nova是没有更多技能了 星斗能抢吗 但我感觉他下不来啊 这没有人给他提供视野 星斗还在上面晃 优雷上来 已经找他了 直接被赶走了 龙的话 应该是要直接被拿掉了 星斗绕了一圈 还想下来 勾下来想闪现 但直接被压缩 接了一个大 完了 这龙的话 是百分百倍了 好稳啊 这波甚至还等到了 大唐下来惩戒 他为了避免存在什么 九筒大招抢龙的这种 不可能的情况 KPG在这把中期的表现 天衣无缝 没错 但反观这把 Nova感觉这兄弟们 是不是没睡醒啊 这第一把 拿完卡 周冬不知道中期打团该怎么打了 那现在双龙桂 一拿 再加上土龙魂 三龙桂 KPG是有机会直接结束比赛的 是的 这三龙桂在手 尤其是对于Nova这样的阵容 感觉已经是完全还不了手了 也是我们怀念一下 这个男爵之手的buff 对吧 我们现在自己玩了 看这会有没有机会 还炸歪了 哎呦 这个炸炸很一般 你感觉可能要没了 长逢到了两个 魏也过来 再一举 举到了九筒 九筒在天上没下来过 他的ID都被改了 哎呦 这龙一口要喷死了 而且这个DOT还在套 所有的血量也见底 而且被围着塔下 走不了一拳直接拿下 SUNFLOW 家俩给上大 掩护 兄弟们继续往前进 中路高地 催着香草纸一样 小刀闪现过来咬 本人开个仗 但问题是自己直接是被圆鼓龙的BUB 你套死了 SKY想当英雄 但是两刀斩不死 自己还是倒在了对方的眼前 泽力的被动啊 试战鬼的盾开起来 让泽力吸了一万个盾 追悟SUNFLOWER没有死 第一把没有意外 我们恭喜KPG 三龙魂的结果 赢下第一场比赛 恭喜KPG 乞开得胜 是啊 先持得点在我们BO7 蓝色方式赢下了福州NOVA 而对于NOVA来说 也是痛失好局 因为在前期 NOVA其实是 手握一定的优势的 他们很早推了三座外塔 对 就这把初期对于NOVA来说 小龙那一波说实话 我觉得是完全没必要 没必要点是什么 就是你去看着对面打小龙 两个人去 首先二打三 是一件没必要的事 对 然后其次你只要把对方人锁在下路 让他们不回去就行了 然后自己家上路 能够推塔的同时 能月塔接杀着对方 下路双人组 我觉得这个开局 对于NOVA来说 其实很赚很赚 我觉得他在中期NOVA 有一个小问题 在中期他们所有选手的 战位有点太给机会了 就分散 他们好几次 就是压米其实他能找到 一个很好的机会开 但是那个战位会让KVG反手 直接一套combo打下去 就一直打人数差 打人数差 你看到3-0开局的 狭在中期没作用 就没声音 很难玩 真的很难玩 就感觉这一把 是我完全要收回 开场前说的一句话 就是所有在NOVA的整体打法 让他团战有很好的输出环境 这把完全不是 主要是这也是亚索 就先不说亚不亚索 就这把首先是在于 小张他前期失误特别多的情况下 他的装备很差 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肉装 支撑在前排坦伤害 然后其次新走 前期上路虽然有抓到人 但中期一直做不到事 然后再加上只有压米 一个人能扛的情况下 压米一旦倒了 所有感觉就完全暴露 在对方的脸上一样 是 确实感觉今天第一局 对于NOVA来说 要调整的地方有点多 而且我是没有想到 第一把比赛两边 都没有针对亚索 因为对于两队的 这个武器库来说 亚索体系 已经是来到 季后赛人手必备的一个 对吧 你都得会玩 都得会玩亚索 但是没想到 这把亚索开出来之后 这个效果有那么好 对 而且其实初期亚索 他还是崩了这种态 初期 CMG整体我感觉都挺崩的 就河道区那波 其实亚索过去留人 有留的没啥道理 但还好那波不致命 因为也没什么东西 除了一个河基在河下 而且还被 未来兄弟拿下来 对 但话说回来 我觉得这就是 你刚刚在比赛中提到了一个 就是KPG这支队伍 他们的一个执行力 对 纪律性特别强 就很明显 就两边队伍到了中期开始 就战术分明体系 完全不一样 KPG就所有人抱团 在中路找机会 对 给机会我就开 而且开团都是那种 大堂一闪过去直接开 然后悠悠就是给你开的 你开了我反手潮 对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你看反观 到了中期开始 小招也在摆给 上路跑到莫名其妙 他跑到眼去去看了一眼之后 然后把自己人看没了 那波挺伤 我觉得那波挺伤 那波很掉节奏 因为正好是队友 在中路带线往前压的时候 他上路就被抓了 然后对面上路两个人 抓完人之后 往中靠 那中路自己的队友 只能往后退 而且还有就是 NOWA在有优势 对于中一塔的选择页 我觉得也有点着急了 我们先看看赛后数据 这场比赛打了19分钟 将近20分钟的比赛 前期 不是NOWA是稍微有点领先 但不大 然后打到后面 被KPG两波团给翻了回来 是的 在我们的伤害面板上面 Sunflower 这把可谓是天崩开局 但是泽力在后期的兜底能力 你永远可以相信 31%的伤害占比 而且伤害也达到了一个34000 这初期三Flower真的是已经 人完全崩的呀 哎 这下路先被跃一波 然后去了上路又被抓 这把MVP最后给到的是大唐 大唐这把比赛 他的胃啊 正是让我们展现出了一个 极强的在节奏领域 这块范畴当中 他的胃绝对独一的 嗯 这确实敢开啊 嗯 你看起波 就月塔的开人的执行 都是由他进行的 哎 各种冲圈闪 他的位确实蛮绝货的 因为在很长的一段 有KPG的比赛的时候 就当时我记得 KPG的对手 一定会搬着两个英雄 一个是魏 一个是胜毒 是 对吧 都是大唐的两个带清楚的好手 你就看这一波吧 就真的没有道理的 就打到这里 其实已经可以退了 但是他们还想再去抢龙 因为技能其实已经都打完了 他们想在对方有打野的情况下 去跟对方 首先二打三 然后还要再去抢对方的龙 嗯 然后就这波 这波我觉得太重要 这这不去对这个 中卡有点想当然了吧 对 这有点想当然了 太急着想拆塔了 而且星斗是属于这波 ID就没改过 就是什么晕眩鸡飞 然后在天上直接死了 对 小张过来 也只能是换掉对面的一个压锁 然后这里其实感觉到 有一个问题 就已经有点开不动人了 嗯 你看 你看 Sunflower在这个位置都没被击杀掉 桑花尔这波没死也是没想到的 是的 有明显伤害不够 以及他被动偷盾 到了这里又更不用想了 这个前排伤害已经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了 小张也很脆 确实感觉到在BOT的第一局 可能Noah在拿到优势之后 对于这个阵容的一个解释 应该还是说KBG对于他们自己阵容的这个理解会更好 就KBG在拿到这一套亚锁体系的情况下 我觉得打的效果是相当完美的 就哪怕前期有点崩 但是他们就立马调整过来 找到了这个阵容该赢游戏的方式是 玩得很明白吧 嗯 反观这是泽力魅力时刻了呀 你盾开的越多我吸的越爽 确实 泽力的魅力时刻 就只能说初期Noah做的实在是太差了 但是这把KBG在中期的处理做得很好 对来到下一把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是选边的一个调整 选边的一个调整以及对于体系优先级的一个调整 因为今天Noah在第一局他们的红色方的班位处理 是搬掉了两个打野野和英雄 对虽然也是来听一下我们刚刚的三十云的回报 哎他们要逼我们要过来打架 我先接到我先接到我先接到我会分架我分架 我会分架我分架我分架 他秒不掉我秒不掉 打脸打脸打脸 拉回来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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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龙三龙直接 留一个在那边留一个在这边 他走脸上来了 残了残了残了 大肠自己去打听我说大肠自己去打 小一点小一点 可以看个局 可以看个局 我有风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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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ắm 我有风架 我风架了 跳来 确实通过刚才的语音也可以看到kpg的沟通也 执心特别的到位 而且另外一方面 就是这把霞没有办法输出一个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亚索每次见完大招之后第一时间 风架就立得在脸上 是 就是狭完全A不到KPG的人 对 刚刚也得到了消息 NOVA在下场比赛主动选择蓝色方 调整一下 对 调整一下 而在我们的第二场比赛开始之前 还是有些消息要同步给各位 英雄登场成就传奇 莫斯利安联盟传奇系列限定酸奶全新上线 助力2024英雄联盟手游超级联赛 哪一口为热爱证明 感谢WRL指定跳舞合作平台 同城旅行的大力支持 登陆同城旅行APP 搜索暑期大促玩出真免单 手机旅行一折起 再出发就同城 专业装备选红魔 红魔9pro的游戏手机 后置镜头纯屏设计 内置散热风扇 隐藏式前摄 超大视野防干 英雄登手游二周年 庆典累充好礼来了 累积充值可领殿堂珍藏道具宝箱 万乐庆典现实破罗宝箱 水晶密钥破罗能量 还有更多惊喜等你来拿 英雄登手游两周年 前往虎牙英雄联盟手游专局发送弹幕 即可领取许愿金币 更有多重皮肤好礼相赠 快来领取吧 冷艳兵役寒霜降临 英雄能不能守游新英雄 冰霜女巫力桑卓华丽登场 力桑卓手折九折 大礼包即完全体礼包 现实出色 不容错过 时机一到 快来英雄能不能守游 感受极兵之力吧 其实力桑如果这个英雄 我们昨天自己在 九年时候我们也一直在玩 感觉确实也是一个 全新机制强控英雄 对 机制挺厉害的 对 但是怎么说呢 玩多了感觉挺没意思的 没有主要是 这对于如果大家玩端 你是端游的老玩家 你看到力桑卓 你可能会觉得 这怎么没什么调整 可能玩那么一两局 就感觉行吧 我会了 是的 再冲冲也国服了 对吧 但如果你是个新玩家 接触到力桑卓 这个英雄 你会发现 这个英雄代劫都能力很强 我也期待在未来 能够登上我们手游的比赛 看能不能够 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观感 这个英雄绝对是手残脑的 因为我们 你只要按哪个量 按每个就完事了 没问题 当然也是把画面聚焦 在我们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蓝色方的Nova 红色方的KBG 两边换边之后 我觉得要做的一个调整 尤其对于Nova来说 就在于体系上面 优先级的一个调整 像刚刚前面看到的亚索 这把要不要去选择 考虑一下 因为在蓝色方 你是有更多的调整空间吗 首先要看KBG 怎么去进行班人的 刚才Nova在红色方的选择 他们是把力量跟火焦 进行双半 对 但他们其实的BP在 一楼的两个选做的其实很好 他们直接把亚索两个最好适配的英雄 全给拿掉了 拿掉之后的话 其实在阵容后续整体的选择上 虽然说阵容有点 偏沉中期 但是前中期的这种打价确实厉害 不过我刚刚你刚提到 那个红色方一抢抢的九桶泰坦之后 当时我就想跟你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你这样两手选了之后 看似你是把亚索好兄弟拆 拆完之后呢 但盖伦在外面 我觉得这一点还隐患是比较大的 但是你拿一个的话没意义 对 我也是这么说的 拿一个的话确实有点尴尬 不过没关系 进入到两边的第二局 看一下两边的调整 NOVA是依旧搬掉了 YVLIN还有佛耶哥 而看KPG在红色方 这个第二班 因为他们上一把的蓝双 是搬掉了永恩这个英雄 把哥哥搬了 弟弟开出来 现在是这把把弟弟搬了 KPG选择自己搬弟弟 就我爽了一把 我不会让你输 是的 对吧 确实在红色方 因为KPG一楼没有办法 去抢亚索 所以说他们直接办 感觉也没有什么问题 对 看这个第三班 搬鳄鱼 有意想拿盖伦 这感觉会把上路 这个优先级 稍微打破一下平衡 是的 那感觉 这盖伦出场率 其实还挺高的 在一楼直接去抢的情况下 对 那KPG只要考虑的问题 是盖伦和莉莉亚 中间你要去 进行一个选择了 那就搬永恩 哥哥弟弟一起搬 那这样NOVA 当仁不让 直接蓝色方一楼 锁下了盖伦 而看一下KPG 这时候莉莉亚 以及像是我刚刚提到的下路辅助的一些英雄啊 包括因为这把辅助英雄特别多 但还是要回归到一个问题 你中路你哪怕打野拿莉莉亚之后的话 你中路的英雄 你能配的 就只有杰斯和卢西安这样的一地英雄 嗯 杰斯就是一个形成比较偏Poke流的一套体系 对 而像你刚刚说卢西安这种 有进攻性的话 就是中路强线拳 让莉莉亚玩得舒服 嗯 两个不一样的思路 但我觉得一二楼你还是可以去选择 就下半区去拿一个点 你看直接把杨给选了 奥恩的优先级这么高 关键还好 就是没有亚索在外面 所以奥恩这个杨比较无敌 来看一下后两手 在拿下盖伦之后的话 现在也是要去补自己的辅助位 或者自己的打野位了 打野在这里感觉是得早点出的 哦 泰坦 泰坦的话直接摇打野 那中路的话其实两边 如果泰坦真的要走打野的话 中路也要选个一地英雄 嗯 SKY在前段时间 他中路的AD英雄池 可能是被大家所质疑 或者是比较疑惑的一个地方 没有太多太多的一个中单英雄池 AD英雄池给他去选 对 但这把也没着急 先拿了SOUL的EaseRail 这也是他本赛期玩的最多的英雄 而KPG在三楼红色方区点出了建模 并搬掉了卢西安 这个卢西安 尤其是对于NOAH和TT的那几个BO7 我觉得卢西安这个英雄 是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 搬杰斯了 这卢西安杰斯一搬 也相信着这手建模有可能 有可能要走中路 对啊 而NOAH在搬掉了霞之后 要不要继续针对SUNFLOW的卡莎 因为SUNFLOW的卡莎也是这个赛季玩得很好的英雄 但他们没有选择搬卡莎搬了一个青钢椅 这也是考虑到给阿燃就玩青钢椅去补中路ED的可能性了 对 青钢椅这个英雄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在结果赛打过来 青钢椅只存在于班位上面 对 没有选择到过 是 是 常规赛我们还是见到各线其实都有 包括打野位置上面也有 梦境中的英雄吧 是 但SUNFLOW这也要出射手 死了 把SUNFLOW拿了 下路发育了 对吧 两个QDC 是吧 这两个英雄 但EZ在前期的打线能力极强啊 而且又只在SUNFLOW手上 SUNFLOW手上是一个EZ使用的特别好的一位选手 而且EZ也有足够强的防gank能力 没错 看NOAH吧 NOAH这一手最关键是他们的一个中路的选择 目前为止看到斩杀点控其实都蛮不错的了 就看一些有没有收割能力的英雄 大树 那大树大概是要去走斧的 大树辅助打野的泰坦 中路还是得补一个带点收割能力的感觉 啥是收割呢 而且这算也行 要找个AD的出来 对 然后卢西安杰斯都没了 然后建模大概就是安然酒 是要拿去走中的情况下 那里中路还有什么英雄能拿去打建模呢 在想啊 现在看SKY的武器故随还有什么 中路的武器打实了 怎么说 真来了 真来了 这弹幕又飘两个字 专业 别别人求求了 但不是 因为是真没英雄了 对 关键这手武器抢完之后 来了KG的招牌 这把有点好看了 亮剑 这把真有点好看了 是的 而且以NOVA这个分线情况 有可能是小张玩这个甲特斯 然后中路是一个盖伦 在KG的手中也就不用说了 KG的招牌中的招牌 对 他们三贯王的起点 就是由这手剑机给砍下来的 确实 所以在两边的第二局 BO7的第二局当中呢 在单人线这个位置上面啊 两边都是互量杀招 然后看这把比赛 已经把中路的战火 已经变成了上路的一个战火了 表面这把真的是火力拉满了 但往往这两个英雄 在失去了破剑者这玩意儿之后呢 像剑机就慢慢的 会淡出我们的视野 带线不谋 对 带线不谋了 虽然在那个英雄的技能 素质上面得到了一些小小的回馈 但实际上并不支持这个英雄 回到我们赛场上面 成为以前那个独一党的位置 对 现在贾克斯由于大招 从宗师之威改成了武器大师之后呢 让贾克斯在团战里面 也更有发动空间 看这把了 但实际上 我们目前比赛的一个版本 上路还是很难影响到 整个比赛的一个走向 因为打着打着 你四分半就换线了 换线之后 单人路就基本上跑到下路去 接着一路一路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就是 剑机在面对盖轮的时候 对线其实你打得出啥优势 但这把打贾克斯嘛 这把是打贾克斯 但平时如果打盖轮的话 确实感觉到弘胜 对 就是盖轮这个英雄 在面对天机中 虽然说是有真伤 但是感觉不疼 我觉得还是盖轮太强 有没有道理 对吧 当然我觉得就是 因为打团的时候 剑机还是会面对到盖轮 在打团的时候 剑机直接给盖轮够啊 无双挑战 去戳几个破绽的话 其实会对盖轮的前排 造成一定的影响 来吧 进入到两边的第二局 我还是一个 还是盖轮打电机啊 还是盖轮打电机啊 下路初七 这上来怎么 KG就没血了 不是上来KG没闪了 不是这发生了啥呀 我这估计是刚刚 星斗蹲了一波 而且这把是 诺瓦比较喜欢的 让SKY去玩一个盖轮 跑到上路 然后让小张去整一些想玩的英雄 来到中路 是的 下路KPG的双人组初七 这个是完全没啥换选能力的 奥云军英雄是一个纯团战英雄 而且像这种换线啊 我觉得诺瓦这种英雄池里面 还有一个英雄很支持这样的换线 格温 就他们选到格温 有百分之一百的可能 就是让小张去玩 对 就因为SKY 其实确实格温这个英雄 是他的一个薄弱点 哎 他有玩过 但但输了 效果不好 是 当然效果不好 咦 这中路这血换的也有点凶啊 嗯 这把火药我也看起来是有点浓的 初七对线的时候 这血就换个不停 这样换下来 因为中路小张其实打出了优势之后呢 会让KPG稍微有点难受 因为上路也确实 见机拿盖轮 没有什么太多办法 就你要消耗的话 你必定推不了线 你要推线的话 你必定会被消耗 而且这个下路组合啊 等这个泰坦到了五级 下路是很有可能要被越的 哎已经来了 先清线 有机会哦 这波再等一下 这么多时间动手 这波先过来打对面的一个泽力 但是没有伸到五级啊 到五级啊 再到五级 有这个位置也很难找 人头给谁吧 看一下人头是给到了贾克斯 完美的换扛完美的月塔 我这波月的有点太完美了 这波月的有点太完美了 就现在 诺瓦的粉丝们可能就是要考虑 就把这个形势慢慢往后更延伸一下 对吧 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这第一波的月塔确实很完美 而我们比赛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暂停啊 我们也接着往下聊 因为刚刚两边的阵容 我们还没来得及更往后拖 因为两边阵容就选到 剑技和贾克斯都出来之后呢 后面都有一个情况就会去打边线 是吧 这把打边线的一个能力其实都有 但这把其实从对线端 以及刚才那波月塔的角度来看的话 现在KPG玩的其实已经挺难受了 下路这波月塔真的是跃得有点没脾气的 这泰坦4级还没到5级就直接给你来一套 那波就是全技能all in掉一个 然后击杀经验到5 放约另一个这个思路 而且换卡换得很到位 再加上我觉得那波月塔月完之后 有一个问题对于KPG来说 有可能要进入到三线都有点利用 对 现在就是三线裂了 就打着来三线没线权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上路一级掉闪 然后呢一直被推 是 然后在中路发现对线小张确实挺有手法的 让二线裂有点难受 而且前面建模打加克斯 也要等到就暗夜利亚等级起来之后 可能才好打嘛 对 这把难受还是在大塔的身上 他这把是个利利亚 他利利亚前期只能刷关键 对 这利利亚出去你让他发声是有点发不出来的 然后利利亚刷着刷着 一圈野关刷完 兄弟们崩完了 那我怎么办 压力就来到KPG身上 不过在第一局打完之后 我觉得KPG面对这种形式的开局也是屡见不鲜 对吧 习惯了 我觉得整个赛季他们都经常面临这样的情况 习惯了 就开局都刷着刷着 对面干事 那给他们拿优势呗 那就给呗 但打回来的能力 我觉得KPG是非常强的 对 KPG是比较善于去在烈势里面去找节奏的 不过这一把对于KPG来说 阵容可能不太像是第一局能够支持他们 有那个找机会很强的英雄 他没有魏对吧 没有魏亚索这样的体系 反倒是这把压力可能从节奏 从前期到后期都集中在大唐身上 对 他这把利利亚真的感觉是要进天宫的那种 对吧 又当爹又当妈的那种 就这把 就尤其是到了中期吧 前期现在已经不用考虑了 就初期半段 第一条龙资源感觉甚至都有点接不离 我们也是得到小小KPG反馈了一个网络问题 比赛将稍作暂停 裁判与技术人员正在解决 请大家稍作等待 比赛将在稍后恢复 稍安勿躁 而且这边也是 从我们暂停的进程来看 已经排查完暂停的原因了 现在在解决这个问题 是 但是从现在局势来看的话 确实对于KPG的这样一个开局 仍然还是非常不利的 但我觉得 Nova 这把在初期的调整 做得比刚才那把要来的更好的点 是在于 他们在初期打得更加主动了 对 就五级那波的尝试是成功 把下路跃掉了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转折点 对 看能不能保持这个势头吧 但我觉得势头要从什么地方判断呢 首先另外一方面 就是他们在拿完第一波资源 后续一段时间的运营怎么样 转千期的时候 Nova前面是在转千期的时候 频频出失误 给到了太多的机会 然后给到KPG 有足够往后期拖的资本 对 确实是 尤其第一局看下来 这个问题是直接影响到了Nova的失利 而看第二把比赛 同样是下半区有优势 而且这一把我觉得 优势集中在 就你看像贾斯拿了一个头 包括第一个人头 我可能忘记了 但我觉得你给EZ打开了局面 是个很好的开始 对 就屏幕前的Soil也是 应该EZ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英雄 他EZ是秒过RN9的 我印象太深了 在上路这波团战 团没打呢RN9的飞机在那儿 慢慢地丢导弹 然后突然EZ跳脸秒了 突然EZ跳脸过来 给他一秒钟满血秒了 而且这一把主要是 对于伊泽瑞尔这个英雄 他不像第一局的侠一样 首先EZ比侠 他也有一定的后期能力 对吧 EZ后期能力不弱 而且同样也有自保能力 再加上这一把 他的一个输出的空间 可能比上一局来说 好了不少 是 关键还是输出环境的问题 对 就看这一把能不能够 这个球权已经慢慢传到了 双C的手中 看双C能不能够去接过这个球权 去拿到这一分了 能不能把这个球运好 对 当然我觉得现在这段时间 也是给两边选手 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状态的一个时候 给自己稳稳一下情绪 尤其是对于现在烈士的KBG而言 要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心绪 而NOVA的话 在初期取得优势的时候 反而要想的是 如何把优势进一步的扩大 然后减少自己在上一把所犯下的失误 把优势转换为圣势 对 这把就是要如何改变这一点 在没有赢下游戏前 你中间拿到的一切优势都是假的 对 而且本身 在我们这个5.1D的这个版本里面 给大龙BUFF还是那么厉害 对吧 大龙BUFF因为至少是分摊在所有人身上 因为其实到我们现在5.2D这个版本 相当于集中在某一个某一条线上面 是的 对吧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样你在后期可能对于BUFF的一个要求 会更加的明显 怎么说呢 这个大龙BUFF在这个版本结束比赛能力气还是挺强的 对的 合理去应用 一般大家都是在经济相同的情况下 拿一下大龙BUFF的情况下 一般都是至少能破掉全部的外塔的 一般是先破外然后再破高 而且我想了一下 我刚想了一下 如果这个阵容打我们这个海克斯这个版本 就贾克斯和剑基 这两个一种其实都感觉有点难大会的 你有没有觉得 是 对吧 以前可能说有大龙BUFF 你队友不管 我可能一带也就直接把一条路给带掉了 然后现在可能发现 哎 没那个效果 而且这位队友压力还挺大的 然后我又不敢骑个龙去边线玩 对吧 我又不敢骑个龙 我们来打四一 一边霸王龙一边四个人 是的 来了来了回到比赛画面了 这一来也是看到了 实验从2分20多秒开始 刚刚也是 跃掉了KPG的下路路双人组 这是给刚才那波下路月塔的一波回放 这波是泰坦四级就直接动手了 一人先给你来一下 然后散现过来给你堵死之后 升到5级秒点大招 然后直接再越辅助 哎 我这一波新手操作操作的挺好 但怎么说呢 我觉得 我觉得对于KPG来说的下路双人组应该完全已经习惯了 就初期这样的开局了 老被月了 对老被月了 老被月了 反正我月的也不是第一天被月了 那就来呗 主要这个英雄组确实长这样 他就不是跟你打前期的 主要现在Noah的下路在囤一波线 往野区一挤大堂玩的相当相当难受 这第二组野这莉莉亚刷的就满头大汗 真满头大汗 第二组野的开始根本刷不到 直接就被反掉 而且上野区都不一定能进得去 这泰坦英直接回来了 这武器这波线接完之后也能去帮自己家也打野手也去 而盖伦已经在河道区口子站着了 怎么说 有小偷 单半区开了 就是给我单半区了 作为一个莉莉亚 发育的营总来说 下路怎么说 要清一波兵线吧 现在要先挤掉 免得再被月 但又来了 朝鲜暴闪 先没清干净 又没了 能换一个吗 换了一个 但悠悠这边好像应该也走不掉了 闪现过去 消了个死亡闪 这波对于KPG来说 好消息是你给到莉莉亚去把对面野怪给清了一波 怪消息是压力都我来承担呗 桑弗拉尔说 小小的泽力承担了这个时间点不该承担的东西 打到第一波资源团 对于红色方的KPG来说 能换则换吧 因为打起来确实 跟左边的阵容来说没法打 对吧 莉莉亚这个时间也做不了事 但是 五分钟马上就要到了 这第一波资源团肯定还是要来的 但以现在的 KPG的作战能力来说 第一波团的感觉都完全接不了 有没有存在被NOVA给双资源的可能性 要看其他线了 不过KPG这波线换的挺好的 他还把双组换到了一个中路 这样的话中路两个人支援 至少是有一个人数领先 对 但上路这边建模就没那么好运了 就面对两个人感觉是很难受的 下路直接过来 四个人过去打小龙 直接四人打小龙 这小龙应该是拿下了 那以先锋和小龙做交换 但对于KPG来说 出现能拿到一个资源 其实以这样的开局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行了 这个资源能拿的真的还蛮爽的了 但中塔还是要掉的 这个中塔是肯定守不了的 一脑袋直接掉 而且上路好像也在越 我看到了 上路 这建模没血了 已经被越掉了 已经黑平了 两人就直接把SK给拿了下来 就把两人就给拿了下来 EZ的爆发 是的 EZ加大树这个月塔能力 大树这个英雄月塔能力 只要不二技能击手感觉 我觉得真还挺高的 而且控制链太稳定了 太稳当了 星斗又来了 勾则勾到了 则利给大招 则利没了 人头给到了星斗 星斗已经势如破竹 又想过来找悠悠悠悠悠 基本起了四个人 但是没有用 悠悠感觉活不了啊 哇 这个初期节奏 好爆炸 莉莉亚也被勾了 而且跳过来 莉莉亚交了一个闪现能走都掉吧 走不掉了 莉莉亚一带奥树越连接一个平A 直接拿下莉莉亚 坏了 这KPG初期节奏直接爆炸了 这把感觉有点崩盘了 打下来得想一下 KPG要怎样去面对这样的劣势了 这样的劣势这个时间的感觉 没办法呀 这个安安久是有点想去打下清兵 想过去吃了个精准弹幕 要不然感觉还能再坚持一下 还能再滑一滑 对 结果这个精准弹幕吃下来之后 是直接滑不动的 现在6000的一个差距 这初期经历下实在是太大了 这得可以是没有破建者 这样以前要是有破建者的时候 这个我们还可以说 此时此刻相信KG 对吧 相信KG 对吧 现在见机这个编带能力 没那么厉害了 这把这个泰坦今非昔比啊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 这把SKY第一届出装 直接整了一个三项之礼 刚才记得突击这个时间点 星斗数字033 现在是403 没问题 然后伸持300赏金 这把星斗我觉得前期打得挺好的 这把星斗 我感觉这个时间也要开始吃人了 操作也在线 然后机会抓得也好 我好奇现在这个三连谁吃得住啊 你叫阳也去支援 小星斗 不会刚说星斗 星斗就送吗 没有 没问题啊 挺帅连招的 一大直接溜 是的 闪现被打出来了 刚刚星斗一震了 对吧 刚说完 然后星斗没了 这也挺尴尬的 但这个时间点确实挺难破局的 他也掉了 然后再加上金之烈是极大 再加上阵容又不是这个时间点发力的 主要大唐刚刚前面也阵亡了 大唐如果没阵亡的话 我觉得KPG还有这种所谓往后拖的一个打算 就靠这个莉莉娅 莉莉娅断了一波自己的发育节奏 其实就已经有点难再往后去拖了 嗯 就是这把就是看能不能拖得住的问题 对 他们KPG的阵容在首线的压力其实也挺大的 你看星斗线其实也只有一个子的力 哎呦 骚呦 我玩得很凶啊 上路好像在抓 这是一波机会吗 哎 星斗真给了这波机会 而且大唐 大唐这波点燃没生死 你也点燃还没被烫死啊 不是吧 小张还是冷静的 小张这波还是还算冷静的 在这里敲塔 但是塔拿不掉 所以说这波除了人头收益以外的话 也没有别的什么收益 但是星斗的一波大人头被提出来了 嗯 听到直接被提了一波线 难受了 大人头是给到了KG 然后大唐是拿到了盖伦的人头 主要这把所有的发育就 现在还是没有人能够管这个意思 来看刚刚这波发生了什么 是先手找KG 好 打完了 然后秒四破 这波KG就是操作打完了 把爆发全是完了 在沉默前开出这个老师星斗 本来你配合盖伦去抓这个见机 盖伦给上成果 开不出星斗刀的话 我觉得他是有机会直接秒掉 就一套没了 对 不过现在对于KPC来说 还是要考虑这条龙 应该接不了还是接不了 泰坦是本来感觉想直接做法爆球了 现在换了一个思路 现在要去做王秉 先走了 中路又被开了一套 交了一个闪现 算不老我也没有什么血了 一直还跳过来 继续怼脸 龙龙已经被拿下 已经来到了SYLE的顶级强势期 三项加磨切加上一个水银时代 就很难想象这样发育的EZ在接下来怎么死 难死 真的很难阵亡 上路大树在包了 阿然九这个位置感觉有点悬了 这不是有点悬了 感觉已经死了 交闪也没用 被承过 再一个大招 人头给到了SKY 这个位置确实已经不是悬不悬的问题了 对 KG江江做出了自己的两件套 神分加破败 但他想在边路破局 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因为这把小张的发育也很好 他是属于那种两耳不温窗外式 我一个人只敲自己的塔 对吧 也两件套了 还带一个小冲伤 把自己的核心思路进行到底 反正就是带塔 别的我啥也不用管 跳过来 敲一下 还带个红buff KG一看伤害不对 虽然说KG的发育不差 但问题是比起 现在NOVA的这些人的经济来说 这个不值一提 经济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了 再打一会要一万了 马上大龙也要刷 这把好消息是没有龙魂的压力 一会就全心全意的 去把这个视野往上半区去图 就避免那时男爵没有视野 然后导致被NOVA直接很轻松的ROAD 但NOVA这一把我觉得 这出装也挺不给机会的 这盖伦的庸梦三向直接做出来了 是啊 这刺客流 要补点伤害 刺转盖伦 是男爵登场 要过来直接ROAD NOVA直接提了一波速 打龙的速度还挺快的 而对于KBG来说 应该是有所预警 但是根本靠不过来 这有预警 但好像已经完全来不及了 这大龙就这么没了 羊还撞不出来 大龙已经没了 这个莉莉啊 这野区都没有一步走过来 然后就倒下了 小张这边闪现过来 直接越着二他打 超线包想开出来 想过来找一下小张 小张扛打扛死了 打后去 所有这一波接持了 就爱丽莉第三段 桑菇老还在 给上一个大招 振 振起来一个安然酒 只剩下桑菇老 一个人开了 来盖不是很多了 所有机跳脸了 哇 这啥呀 好准的一技能啊 所有 顶着塔跳脸 直接把桑菇老给秒了 这桑菇老这边 直接被秀歪了 这就是所有的EZ吗 拿到了优势的EZ 就一个人能站出来 直接carry比赛 他顶着塔 直接把自立给带走了 但这波也确实是 NOWA这个指挥指挥的好 中大龙 然后所有人在外面卡住 莉莉亚 让莉莉亚交不出任何的级 但开出了大弹没有用 小张算有点上头去杀掉了 那个羊 但没关系 所以桑菇把你给兜住了 这波真帅啊 跳脸闪现拉开贵贵 秘书计 精准秘书设计 回家直接全反了一个大影魔刀 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保命能力 所有现在已经疯狂的 有恃无恐的再去打伤害了 一个精准弹幕直接把桑菇老挂到了一个半血 说实话现在感觉有点玩不力啊 环也很难开起来啊 直接就开莉莉亚 直接就开莉莉亚 就被破三路啊 甚至他想在这个时间段直接结束比赛 应该是要结束了 这个怎么翻 这感觉完全没得翻啊 被震起来说 阿然就 除了被击杀以外 感觉也没啥办法 虽然是自己回去了 但自己的家受不住了 悠悠还在倾现 赛事盖伦一大展两人 直接帮助的NOAH 拿下了第二场的胜利 两边把比分拉到了1比1 恭喜普通NOAH 来了 蓝色帮助游戏 是 蓝色帮确实更香了 现在目前都是 谁在蓝色帮谁先胜利 当然这局我觉得对于KBG而言 初期的下路口子被破太大了 对 然后这把NOAH跟刚才A把不一样的点 是在于他们初期确实 做到事情的同时 在中期没有把自己节奏断掉 而且把自己的进攻节奏不断地提起来 对 我觉得他这把NOAH 进入最大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于他们提节奏能力太快了 他们提速提起来了 内波动大龙已经 对于大龙那一波团的想法做得也很好 是 然后选什么有操作有操作有决策有决策 就给我们带来了这一场快攻 这快刀斩乱吧 这赢下了这场比赛 对 你说这个阵容嘛 也不是个很前期的阵容 但是就打出了那种 就一个 就一个EC成绩厉害 然后就打成效果 是的 硬生生在前期直接给你口子直接给撕破掉了 所以这把我觉得你要归功于的话 我觉得可能星斗这把整个节奏带得好 关键是下路那波月塔星斗也拿到人头了 刚才那把初期星斗在上路月塔 虽然说她有做到事 但是她没人头 所以她发育没有那么超前 对 这把她的发育非常超前的情况下的话 在中期确实做了很多事 就是打野太太 对 打野太太她素质的魅力 爆发能力太高了 当然我觉得这场赢下来之后呢 我觉得对于QPG来说也敲强一下竞争 因为两把打下来算第一局赢了 但到第二场比赛就有一个同样 就前期都列对吧 这是第一个问题 而且列都列在下半区 下半区确实两把比赛全爆了 我觉得下半区的一个列是可能是 就是接下来QPG要去想办法 能不能够填补这个空子的时候 但是现在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 没办法给她玩泽力 这空子也兜不上了 好像也是 因为这其实是一定程度的 是反映出来 就是她的一个英雄选择的问题 就一般她是有卡莎竞争的 然后她去玩卡莎 卡莎同样也有琴弦的问题 为什么 最近她那么喜欢玩泽力的原因是在于 下路她一直在被越 你发现不是只有打NOVA的时候 她下路被越 其他队伍的下路一直在被越 对 泽力是能安静的把线吃干净 对 来吧 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赛后数据情况 刚刚第二场的比赛 14分32秒 由富州NOVA取得胜利 而且这场比赛呢 碾压局了算是 在下路拿到优势之后呢 Soil是一发不可收拾 狂砍27000的伤害 这个伤害占比直接来到了35% NEP不用想了吧 给到了Soil 土土的EZ 5-1-11 经济占比是23.1% 而对位经济差来到了4036 这个数字 但是对于Soil来说 我觉得他今天的一个表现 尤其中路那一波高光 太亮眼了 是的 我们也来赶紧看一下 上场比赛的一个highlight 就这一波啊 我觉得是影响了 这场比赛的世界线 对吧 这波抓完之后 山塌掉了 但凡没跃掉 我感觉 东华可能就小 这跃完之后换一个也行 但就是换也没换掉 然后被对方直接白转了 然后第二波在上路的Yueta 我觉得到这儿都能接受了 主要是大唐 过来大唐也是 大唐如果BOOS 还能够去发育的话 我觉得KUG 还有这种理论的可能性 但星斗这个勾啊 就杀死了里面 再到后面的任何决策也好 操作也罢 Noah也展现出了自己 更胜一球的能力 是的 尤其是对于Soil来说 在中路这一波顶塔的高光时刻 但是真的胆大呀 秀麻了 这个真的秀麻了 太敢了 这波操作 头绪的月塔 行云流水的进攻 直接拿到了第二场的胜利 这这一波团战 虽然说KG打得很好 但是一个见机你想回天 真的是罢主了 好 赢下来之后也看到了所有非常开心的一个表情 这把关键是KG的 然后初期帮助他的下路的Gank 包括说给他拿到的肚层和经济 都转化成了团战的输出 是啊 我觉得来到了第二场打完之后来到了下一场 确实两边可能要重新对于场上的一些优先棋 做一些调整 对吧 但是在看下一场之前 也是来听一下选手在上一场的语音 有什么精彩的地方 我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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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你以前 我卡住了 上来打了 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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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中推中 慢慢推 慢慢推 看下他在看下他在看一下 你们推我回去 能接能接能接 你跳我吗 来说 看我看我看 他闪过来的 他闪过来的 我再放慢点慢点 没事没能杀我 我再扛 我再扛 还在扛 我扛不住了 我扛死吧 我还行 我还笑不笑 来 选手们好高兴 不是 我就知道图图肯定会这样 秀不秀 那句话就问你 邀功了 对 直接邀功小子来就完事了 是帅的 兄弟是帅的 当然 我觉得现在两边战成一比之后的话 其实现在又是像我们开局一直提到的 蓝色方的优势 KPG仍然可以继续去到蓝色方 那如果说 两边一直这样进行下去的话 那KPG肯定还是更舒服一点 第七局见了 所以说就是破发在哪一局 这其实才是改变天平的方向 到底哪支队伍能够优先在红色方 去破掉对方的一个蓝色方的一个选边权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季后赛的一个主旋律 谁能够以红破蓝 那也是我们也看一下我们赛前的一些消息 让我们英雄登场成就传奇 莫斯利安联盟传奇系列限定酸奶全新上线 助力2024英雄联盟手游超级联赛 哪一口被热爱证明 感谢WL指定跳舞合作平台同城旅行的大力支持 登陆同城旅行APP搜索暑期大促 玩出真免单 暑期旅行一折起再出发就同城 专业装备选红魔 红魔9pro游戏手机 后置镜头 纯屏设计 内置散热风扇 隐藏式前摄 超大视野 防gank 7月21日至8月16日 海克斯狂欢庆典开启 完成任务升级宝箱 8月10日登陆游戏最高免费得史诗皮肤 小伙伴不要错过哦 李生邦手游两周年 斗鱼发放海量红包以及皮肤道具 同时呈现精彩斗鱼虎鸭平台 主播表演赛更有专属斗鱼手游小店开张 速来围观 万乐庆典收集有礼 极其万乐庆典系列皮肤即可领取动态头像框 万乐花冠 快点英雄龙手游一起参与这场梦幻熏游 砰砰砰 花车开起来了 那当然也是再度回到我们的比赛当中 现在来到KBG的一个选边 那在KBG蓝色方的情况下 他们前面那把我们今天要是最深的 是他们没有去半雅所而是选择一楼直去抢他 对 这一个点的话其实感觉是 为红色方的一楼选择到泰坦跟酒桶 在后续拿到盖伦买下的一个小楼 对 我觉得今天NOWA的 在班位上面的一个主基调 就在于他们是不想开出那么多的野鹅英雄 对 你看无论红蓝方 他们都是选择把向寡或活跃哥 对吧 这两个球 因为上一把是在蓝色方有机会去 有机会开莉莉亚 但后面调整了 直接去拿盖伦去了 没错 我觉得今天NOWA的一个思路 就是要让星斗玩得舒服 就不能是我全部开门 你拿着太守护了 你反而去针对我中路的英雄 只是导致星斗拿一个野盒 然后SKY玩着玩着 也变成了一个盒 这么龙王加莉莉亚 这种情况的出现 就很尴尬了 对 对 你选择那种英雄 英雄的情况下的话 玩得又没有那么舒服 看到这个中野的羁绊 这是中哥AD的羁绊 抱歉 中哥AD的羁绊 双D的羁绊 对于KPG来说 这个中野太让我们熟悉了 怎么说 把你绳子绑紧一点 我心连心是吧 没问题 来吧 看一下两边的第三局 就是蓝头发的KPG 对阵红色方的NOVA 目前1比1占平 蓝头发的KPG 依然是搬掉了伊芙琳 勇恩 还有青鸽影 这应该是他们第一局比赛的一个班位 对 而对于NOVA来说 做了一个调整 把莉莉亚开出来了 让鳄鱼送上了班位 那在外面的英雄 除了莉莉亚之外 还有盖伦 一级亚索 看KPG做何应对了 这样去办的话 一楼选亚索要考虑一下了 我觉得这把甚至 如果KPG选亚索 NOVA优先级高的应该是盖伦 莉莉亚 就这个直接选 对 我感觉应该是要把盖伦 跟莉莉亚一起选掉了 对吧 直接来了 来个盖伦 我第一局比赛 抢酒桶加泰坦 那个效果并不好 那这局干脆就不玩了 对 而且面对亚索的阵容的话 其实远程应该是选的越多越吃亏 所以要选这种冲阵阵容比较好 还是拿泰坦 我觉得这属于星斗 相信自己的手感 对 他是这么想的 因为哪怕说你拿到莉莉亚加亚索的组合 但是发挥不出来的 对 所以说 但是外面现在还有酒桶 有点影响代班的一个成分在 对 所以看一下接下来KPG的一个 这个二组楼还是拿莉莉亚 那现在上路还是要考虑拿什么英雄去打盖伦呢 建模还在 其实有一个英雄打盖伦很舒服 但是他没选 其实又是狗熊 这个其实也是在季后赛很多队伍会去使用的一个点 我印象里面是从荡128开始 是 从FG的荡128开始 因为那个时候就感觉solo solo多了之后呢 直接带入了 对 直接拿去打5v5发现确实对线很舒服 嗯 但是看到Nova这三楼啊 依旧补出了泽利 而在二轮班 也去限制一下Sunflower的伊泽瑞尔 这把可以搬EZ加霞 感觉还可以 就是可以感觉把两个AD都给绊掉 嗯 而且霞又是Sunflower最近玩的相对比较多的英雄 KPG也去针对了武器大师 是 艾泽利这手的位置也是 哎 卡莎有没有可能是Nova自己要抢啊 你的意思是班霞抢卡莎双AD 对 但双AD我感觉挺被亚索抗的 就这么 对但是确实面对亚索又没那么舒服 对 但是如果把卡莎抢了之后你好像没什么AD选 嗯 就是 对吧 一起爆美 对 大家都别玩 这上面会去影响到KPG的一个构筑 但看一下Nova 得考虑先拿一个辅助啊感觉 哦 先拿中单 先得先拿中单 对啊 因为对面向上走还没出 这里就是在考虑拿哪个的问题呢 最好的情况 中路杰斯已经没了 这要不要再挪 首先先把辅助拿掉 然后最后再看一下 就这边的亚索双射手阵容没那么好发挥 嗯 维鲁斯加奥恩 好稳定的控制啊这两手 是 这个阵容就看着就很扎实 而且每当KPG拿到亚索之后 他们整体这个团战的画面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好 是 大招流的combo加上大坊回去承担一个偏收割的位置 而且这首大树顶着亚索去哪儿 感觉不是很舒服啊 嗯 就亚索一直以来我们都说是一个天克大树的演 哎呦 这直接出杰了 SKY的杰 刺客专精 杰这个英雄在SKY当时面对TT的那场BO7 最后一局也选择过 但那马比赛效果其实不是很厉害 真没啥用啊 那马是去对线周周的卢锡安 我们记错的话 是的 但整体的效果确实比较一般 头被点奔了 主要杰虽然有加强 而且打来到最后赛也蛮多队伍去尝试了 但确实感觉没有像以前那个时候 就中路选杰的那个时候那么厉害 嗯 带不动线了 嗯 就关键我觉得SKY还是不想拿射手去打阿然九的压缩 射手啊 是的 因为我刚刚想了一下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贾克斯没办 我就跟上一局一样 接着选贾克斯 你把盖伦摇到一个中路去用的话 还像我的一般 是 对吧 说实话我感觉都把这种被KPG限制的挺多的 嗯 还是可能英雄池上面会带来一些天然的烈士或设遇的 英雄池上面我觉得对于Nova来说 主攻点就是在 锚点就在中路 中路这一把英雄池一旦被针对的太多 肯定会选一些我们目前版本见的没那么多的一些 像刺客的结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况 而且这一把截的一个发挥有点挺难的 因为对面这些不怕切的也不怕切 然后你在带线的话压力也很大 你带线如果你去跟亚索带线的话 你还要去考虑到对面有可能跟着亚索旁边去打combo 是 这所以说就是另外一方面暴露出来的就是蓝色方在选择上的优势确实有点太大了 是 他们也很好的在蓝色方的正如构组能力 当然这种选择就让我们进入到两支战队的第三场就要了 这把SKY带变形了 我印象深刻他上一场带的是真不真 好 进入到两边的第三局 看一下1比1战屏的情况下谁 尤其对于NOVA来说能不能够实现以红破蓝的一个壮举啊 是的 前面应该是比较平稳的发育 而红色王NOVA做的一个视野是探到了大堂的一个动向 但两边初期打野就反正还是一样 泰坦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莉莉亚的话重心肯定是以刷为主 这边上路还是换去换的比较多 不给火 直接挂点 还有挂火了 上来这势头很毒啊 可以急上来完了很难受啊 还有这卡下 直接硬来然后去断线 小张这个感觉脾气很火爆 来到了成都吃完了火锅对吧 这几天虽然可能看不到那么多的态 这么说上火了 我直接挂个点燃挂出去 对吧 直接上火 直接让你感受一下红温的魅力 确实干了这英雄打剑魔前面打得很舒服 但连扛两下防御塔有点没必要 这血量一下就不转了 晃晃悠悠悠的过来直接动回线 这一幕我见过 第一把比赛安然久 你就是在这个地方的 但现在对面人有点少 又被勾了 被勾了之后队友不在旁边 被勾了之后队友不在旁边 就打你一套血量 但是杰斗往这儿靠了 这就不好这个位置不好说了 结识电斜的方法很高 下一个钩子 又打闪了 星斗这个穿梭闪虽然很帅 但没什么必要 但这一键咋回事呢 这波大唐还想再过来留下压密 等线进来压密感觉要被越了 要越掉了 这个位置是肯定走不掉了 这直接是 右边已经开始独秒了 是的 右下角压密已经开始独秒了 一发恶灵剑雨 直接就把人头拿下了 但是星斗这边也有想法 在续海闪被发现了 谁先考塔 这是一个问题 反正这波感觉是肯定要越的了 小蝎子 有光盾啊主要是 有光盾不敢越 这波真有光盾 关键是亚索回家了 他怕对方回家支援出来的人 直接往上走 然后直接被打一波反包 就更糟了 嗯 我发现了 这下路被越 跟哪个队没关系 主要是你不搞了个泽力 就容易被越 对吧 选择力的下路包被越 包被越 想发育 那不可能 得给你点难度 对吧 得让你稍微体验一下 对 而且这把如果说不包越 这真没道理 这凭什么这 就是三弗拉网就有话要说了 上路这边要动手 哎这波 一闪大死 没有感觉 应该是没了 压一波起身 等等 诶 诶 诶 SKY摸鱼摸过来了 结果直接动手 莉莉亚这个位置是抖不掉的 嗯 没有闪高才是直接已经暴露掉了 没问题 SKY果断一波 满血直接是把莉莉亚给收了 而且星斗也能帮忙在中路补现 我觉得NOAH在面对这一次 KPC的主动出击 抓对面的失误也好 还是后面的一个反蹲也好 我觉得做都蛮到位的 对 而且现在确实不能再出现 像刚刚那样配合上面的失误了 由于你是让莉莉亚交闪现来帮忙的一波 交闪现等到你下一波支援团的时候 可能对于KPG来说 会稍微有所忌惮 这个真挺拗命的 你本身下路就是一个偏烈的状态 你想在上半区找优势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但你因为操作的问题 就没啥好说的了 嗯 现在星斗也是回家补了自己的装备 二级鞋加个小散件 直接往下半区靠 换线了 双人组继续拉到中 然后让剑柏去跟结队 很复古的一个换线思路 对于KPG来说 这样能够让双人组 尽快地去辐射到两个资源 这样能够让双人组 尽快地去辐射到两个资源 有意识想打团的 这种换线的手段 是的 这样双人组到打的这个时间都是一样的 打团的话亚索得在正面吧 因为亚索能挡掉很多的团前控制技能 对所以他们就直接去上半区打先锋了 对看来还是要把中心往先锋放的 那这边的小龙已经心动直接动起来了 感觉有贪心的 亚索好像直接捆上去了 这波亚索在我们镜头之外 直接被秒了 但是他把人拖住了 先锋打的进度慢了 下阳直接撬 这波杨凯亚撞 顶到了小招压锁直接接大招 封墙退一开 但被他俩震认起来 这波只要先要找盖端 盖端前面技能已经霸王了 盖端倒了 结一个大招进去被关了个许多 结也没了 这两个技能放的说实话 有点贪心过度了呀 诺瓦 我觉得诺瓦实在这一波这个运营的决策都很贪心 哇真的贪呀这是 他们这个阵容 就我的感受里面可能没有必要去强行打两轮 对 这唇是吃着碗里的开着锅里的 而且亚索是拿自己的命去换掉了Sunflower的大招 结果望一眼看过去又有大招还在 对呀 如果他是换掉下手双组两个大招 我觉得这一波你再去打一个四打五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很没必要的这一波 而且刚上波打完我们从右边所有的招式技能也看 应该是下手双组先打了一波二打二 然后看到了利亚在旁边 还把所有闪先打出来了 也就是说泽力也是没有办法跟伤害的 是而且泽力这个时间点伤害本身就不高啊 中塔也直接掉了 结果就一个一个送了 对 中塔掉完 看一下能不能从其他位置找点机会回来吗 反正现在经济差又一步被拉开了 这一把经济差我觉得拉的还挺开的 这把经济拉的还挺多的 四千多了 而且对于NOWA这一局的阵容来说 虽然有泽力的这个兜底能力 但这一把泽力的发挥还是那个问题 面对是亚索的工墙 是 现在要来到了转线期啊 看一下NOWA这两条边线能不能够撕开一点 KBG的缺口了 这把两条边线的发育其实都不是特别好 杰在上路也只能是干瞪眼 等着对面把线推过来再补到 KG这个位置 这边攻闪了 直接给大招杰也交闪现 他玩帅的 所有技能全交 我就不想有一点失误 这波SKY是纯完了一波帅的 这波就是迎闪 没问题 三花俱顶 神仙难救 SKY也做出了自己的幽梦 看一下有了幽梦之后 杰能不能够通过游走 直接保障来了 再看小张大招直接做一个位移 再来一个闪现过去 想过来留 风没有吹到 转圈转圈转死了 悠悠 后续居然就 交闪现 但是小张直接反跑 他来了 吹吹到 古代锁链的蔓延效果也还不错 那这样得败掉小张了 小张这波应该是没了 而且压米在侧面也被赶来的KG和大堂杰胡 直接收掉了大树的人头 硬拖 就现在就是进入到NOVA要去通过换人头抢经济的一个时间段了 对 看看下路 这是上路 上路到那波机了 三三挖距离 确实是 三标全撞了 是 人家没动你 这三标能滚 这太难 脑袋上写了两个字 你的名字叫做鸡飞 周路又来了 有虚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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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鞋的伤害还是挺高的 对于C位来说 对 那幻眼之打到后面 双虚弱对于杰的限制还是很大 对 所以说 就这一把KG的两个虚弱 其实对于杰团战里面的输出 起码 近来第一个碍于影杀战是打不出什么伤害的 这杰在比赛场上 我觉得更多是考验手法 真的就是考验手法 对 纯手法英雄 不是说你第一波能带来多少的效果 你要如何在团战里面 慢慢蹭 把这个英雄的作用拿出来 是的 这个英雄真要慢慢蹭的 可是时间可能不站在NOVA这边 马上就要迎来本场比赛的第二条小龙 火龙 NOVA是拿到了第一条龙 如果他们能够拿到第二条龙的话 这把还有这所谓的龙魂 这一条故事件可以去争夺一下 但目前的分线来看 你要放了 这杰也回了 泰坦还在上半区慢慢悠悠的过来 这第二条龙 KPG是肯定不可能会给你那么轻松打的 对 直接把位置的口子站住 站死了呀 这个位置 这应该直接放了 这应该都没有可能过来看了 艾可被牢牢站住 这放龙也没有带来更多的一些收益 就是泰坦在上路多赔截推了波线 导致兵线稍微有一点转 但实际上这波换也是白换 白放的一个情况 对 但是对NOVA来说 左边毕竟不可能拿到龙魂 所以说问题倒也不是特别大 自己先手拿了一条龙的情况下的话 现在其实也是尽可能放一条龙 去多拖一点自己的发育时间 那现在就等一句话了 所有三件套 对吧 现在就是等所有三件套了 责力可能会成为这把比赛能往翻盘的一个号角 但有一个问题 这左边亚索再加上维吾斯 亚索被绑了 一时间上 亚迷感觉有点靠不住 直接交水往后走 然后直接成功撞起来 同时给上大招 日盘的一切 被绑杀了 但是这波亚索也死了 队里还很高 闪现过去吃了一大波伤害 所有这个向前的闪现啊 是有点给机会了 可以进来啦 亚迷卖掉自己交闪现 哎呦 这个杯直接躲开闪现过来 还要硬杀亚迷 追掉第三段 能不能再留一下 不敢再往前追了 怕被杰给绣了 那打了还是一个二换四啊 是 这波所有第一时间进场的效果 虽然很爆炸 但他向前的闪现也无疑是给到了 自己的一个身位上面的危险 但是没办法 兄弟们该该死的死该伤的伤 只有自己我能往前冲了 他还是想过去强换 他没换掉有点伤 他提起了AD第六件武器 勇气 但现在光勇气可完全不够 我们来看一下上弧 现在确实勇气不够了 这第一时间我觉得Noah 这上弧两个人的处理处理得还不错 这就是盖伦的魅力 你骑过来把你换 换完之后我觉得就还是有点分 就直接被弄飞了 看所有 他想闪现躲莉莉亚的飞花烫 对 但是没躲掉 吃了伤害再交闪 也须一转直接过来去击杀 亚索又被秒了 但问题不大 撞得很不错 后续伤害很足 而且莉莉亚越来越遥道了 而且这里盖伦 手车是没闪的 感觉被追死 最后莉莉亚的被动倒塔 是直接拿下了小张人头 而这波正好是大龙云刷新的时间点 感觉可以直接去往大龙靠了 SKY SKY 这么说在这儿做小贼 看到了 这么说什么时候上 影子先切一下 但是悠悠看到影子了 算了 本来以为他要操作 我本来以为他要去把桑波拉奥给秒了的 他应该知道桑波拉奥还有虚弱 反倒是 武术追着中路打 海闪过来 海闪继续追着打 没影子了 再减速一下 智雷收封 顶飞 你别说 这个悠悠好有经验 这个悠悠老有经验 不 关键 杰拿这种粗肉装 坦装的前排没办法 对 杰打后排快 他是完全打不动前排的 他也不是以前那一套 就征服者出黑切 对吧 黑切赛尔达那一套 他带着这把又是一个电型 是秒脆皮的 所以说他的目标只能去找 维鲁斯跟莉莉亚 中打是肯定要掉的 现在哲利的输出完全不够看 中路高地破 下路高地 安然久也在 下路的二塔也在被带 一万的经济差了 对于诺瓦来说 防守的压力非常大 而且 是的 压力太大了 对 而且还有维鲁斯这种 poke能力极强的手段 手塔的压力也有点麻麻 想要不来绑 绑回来的桑普拉瓦 有机会吗 桑普拉被秒了 再给上一个大招 秒维鲁斯 但秒维鲁斯可能不够 这一个拳 吹到了 瑟瓦就不被安然久 大招直接秒了 安然久也站了出来 再叫闪现 没有死 这个风价值千金啊 是 直接吹到了SOUL 直接把SOUL给秒了 这波其实压力开的 已经很过端了 上路高地 两路啊 甚至是三路啊 三路了可能要 上路高地被破掉的同时 但是线也直接送到了水晶门口 下路线已经到了 怎么说 有点顶不太住了 这边小命一直在点加了 亚米这边也没有大招 他绑到了王敏身上 两个大炮车啊 这排队在那边输出 还行 只要下大半了 对 以两路作为代价的话 NOWA至少还能把这个比赛 再往后拖一点 拖到下一条大路 怎么在我看来 刚那波 对于刚刚来说 也是奋力一搏了 亚米找机会找得很好 但是 因为像大党身上有王点加手 所以他没有去找 威利亚去找维鲁斯也能理解 但是呢 问题是你找维鲁斯 不改变战局 对啊 这把往后去打一定是利益啊 越打越好 而且在SUNFLOW鞋子附魔附魔了 正下沙漏的情况下 NOWA也可能更难找到 像上一波那么好的机会了 这经济都已经奔着一万二 一万三去了 对 哪怕到现在为止 所有也没有等来他的一个三件套 现在就是把中路上路线 往前一起之后 直接转下 攻下路高地就完事了 下路两个人好像在追 怎么说 剑魔直接被秒掉了 但是后续星斗的位置很差 他太太没有技能了 完全走不掉 又又还来了 我反向叫阳 还叫到了正面的两个人 怎么老大哭了 但是 这边有说法吗 这边是一个点燃 又锁住了 没有烧死 没有烧死 福大命大呀这是 但是 亚密能那么好运吧 感觉亚密就好运不了了 打藏 有了 给虚弱 先拉开虚弱 而且所有的大招也已经用过了 8-1-8的莉莉娅 去把比赛已经把召唤师峡谷化作了他的舞台 感觉已经直接变成他的游乐园了 对 对 大龙还有几秒就要刷新 而诺瓦上野还有十来秒才能复活 现在对莉莉娅一击追发她太痛了 刚刚看到她打这个星座的伤害 是啊 蓝血好像就直接消失了 对 真的就是一管子也给拍没了 这2-9 直接直接拉个大招 感觉没啥说法 主要这一套全力疯想到 是 小飞标全力疯想到 那现在第二条大龙给TBC带来的大龙buff压力 让多晚来说是有点吃不消的 对 两路的超级兵 再加上下路遥遥欲坠的一个高地塔 上路线也已经过来了 就如果有人要去在基地守 那下路的塔一定就守不过来 就现在就是能拖一会儿 试一会儿的问题了 这波压名要上去开了 直接放一个大单自己第一时间 就直接被秒掉了 而且所有 雾兵直接被秒了 后续 还要再来追大堂 这波虽然倒下了 但也无伤大雅 恭喜KPG 在第三局比赛当中再下一程 把比分拉到了一个2比1 仍然还是蓝色方的局 到现在仍然没有出现蓝色方 被扩发的一个局势出现 而且在无论是哪边 在蓝色方的队伍的话 其实在中期的节奏 把握着都非常的好 而且主要是我觉得在第三局比赛对于KPG来说 他们在前期的这一系列打下来 我觉得都处理得相当有章吧 确实 主要NOVA那一波就第一波自愿团 对吧 我觉得第一波自愿团可能是影响最大的 就真的贪心不如毒蛇吞向 我觉得这句话用在NOVA第一和第三把身上太合适了 全是两把过度的贪心导致自己丢掉了太多的东西 主要第一波换了我觉得都能接受 对吧 换完之后呢 你让上野上中两个人轮流的过去打伤害 发现也留不住人 亚米是拿命去换掉对面的技能 发现也完全不能打 对 对就正常来说那一波的解冻应该是什么 就是下路你把那个龙拿完 然后上路你派那个人在看 知道对方在打了 你这把下路人给越了不就完事了 对啊下路没人那咱就推塔 咱就推塔 下路有人就越塔 是 然后中路被推就被推了 则利在中路守线就行了 对 就偏偏选择了一个最错误的就是在正面少人 然后正面强势去留人 掉一个点的情况去四打五 而且我觉得这是属于风险最高 甚至还看不到手机 对甚至看不到手机 就纯风险投资 然后你没有一点收益 因为那一波我看了半天你正面 虽然先锋还有个3000来的血量 但是你是个泰坦 泰坦来太慢了 对吧 泰坦来太慢了 而且正面也直直开不起来 唯一一个有看团手段的压米 已经泡澡去了 已经在等复活了 对 然后对面羊还有大 然后亚索还有大 莉莉亚还有大 不敢想 这真不敢想 这没必要 我真的觉得到来就是 其实从某些层面上来说 就觉得他们打太急 就是心急了之后 然后就打得完全没张法了 而且我们看到 就两支队伍都处于初期 哪边有了一个 比较能够改变战局的优势之后 大家不太会把这个优势给送出去的 是 这把也是一样 KB现在经济来到三四星领先 就没有再被掉下来过 看一下赛后数据 哇 这个莉莉亚这个伤害占比 一净绝成 百分之四十五 这很久没有看过 不过百分之四十的输出了 真的很少看见打野位置能有这样 还是打野 对 就一般我印象当中 咱们手游以前比赛有那种多百分之四五十的那种 是下路炸弹人 是 拔拔打二十多分钟 就打两三条远古龙的那种 你可能会看到 那当时什么Berry那种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选手 会百分之四五十的伤害占比 怎么说 有小带 这把 有小带啊 这把真有小带啊 纯小带 这把大唐这个莉莉亚的表演 太亮眼了 真的太亮眼了 这把SKY叔叔其实打的也不低了 但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没用 没用 是 改变不了比赛 对于NOVA来说有点改变不了比赛 MVP也不用想了吧 这个直接给到KPG的打野大唐 大唐赢的局他都C啊 是 两个人已经吃了 9-2-9 90%的参团率 经济占比26.4% 对位经济差8357 不是 再打一条大龙 对位经济差是不能到1万啊 我在想 现在已经领先对面两千半套了 他先了357 我甚至还往前凑了一下 我看我没看错吧 是 这个数字好夸张 打RANK都没有这种感觉 对 关键就是 他这把刷三片野区啊 对 是吧 刷三片野区然后走到哪 第二轮 就少了自己兰DUF的野怪 对啊 哎 碰碎的一波 对于NOVA来说就是碰碎掉的 就这波NOVA打完之后 我感觉是有点没方向的 你知道吗 嗯 然后上路这边再一波解奏 就完全乱掉了 这波可能是NOVA仅剩的机会 就是你看这波能不能让所有收到头 对 他进场的时间我觉得很好 但是 只可惜 就在操作上面稍微还有一些提升吧 这真的没办法了 我觉得已经尽力了 真没办法 我觉得没啥提升办法 对 对 就这波他的操作想法是已经旗帜的输出了 就是一个你想破局AD该有的一个操作 对 你这波AD是不能多的 因为到了劣势的情况下 AD你再多了选择这波不打 就更没机会了 对 就直接记了 那是难以为 很可惜 手要大堂力量这把太肥了 肥的有点夸张 你看他那个飞花榻打太坦 一个飞花榻断血 你怎么玩啊 我想看一波 我想看最后一波应该是看不到的 就最后那一波所有是直接没了的 就是消失了 对就消失了 就被一阵风吹到了 然后被莉莉亚吃了一个刘莫种 刘莫种接大招 没了 就直接消失了 我觉得那个挺夸张的 哎呀当然我觉得来到